複製和移動重複的運用 我們把這個圓環拉進來 在基本造型 拉進來的瞬間 你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半徑 半徑你懂吧 從這裡到這裡叫半徑嘛 我打個12的話呢 那直徑就24喔 沒錯吧 一個圈直徑就24 接下來矽管 拉矽管就懂了 裡面胖胖這個叫矽管 這個東西出後就叫矽管 0.5就好了啦 就變成一個小圓管 顏色可以改 不過再跟你講一下 在做3D列印色 就顏色不太重要 因為我們都 你給它怎麼樣 只有純色而已 接下來記得側邊 側邊就關係到光滑度 如果你側邊呢 你看一下我拉側邊給你看 現在只有3 你會覺得一條一條的 你給它越多 有點像邊了 我們說一個圓 一個點如果有360的點很圓 這個就側邊的感覺 大家看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你這邊邊太少 看起來有點什麼 就像有點像造型的 六角形七角形 如果側邊夠多 最多24就很圓滑 那步驟 你看懂嗎 那你的步驟必須搭配側邊喔 極限就24 也不能太多 來 我再提醒 這個是躺在哪裡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是躺在平面上對不對 我第一個先讓它站起來 站起來呢 如果點這你要讓它站起來做不到喔 為什麼做不到 現在旋轉只有什麼 這樣這樣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 你從上面看沒有辦法讓它站起來 要讓它站起來學怎樣 至少要這樣 我還是看不見喔 來點到它 這裡 這個角度 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現在點了它 這時候再來 在裡面移動是固定在這裡拖印的 跑掉了 點了它 直接打吧 60度好了 那現在長什麼樣 我們先來瞄一眼 它現在這個是長什麼樣 來 在水平面一個暗 D 再提醒你 這個是站出來喔 60度喔 你要幾度自己決定 好 現在這個已經是60度斜斜站在這裡 也許30度好一點 不然先660度 點到它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當你點這個的時候呢 再看一下 複製跟重複 當你點複製那瞬間 它在原地 這時候已經看到兩個 你看不到兩個 原地兩個 那現在我在調這個是新的那個 我可以調角度 我要調什麼 這樣 我給它點30度好了 移動 好像不太夠耶 36度好了 這樣好了 接下來按Ctrl D 看一下吧 這你可以自己調的 OK嗎 那 複製完以後 個別是分開的喔 我做了一個很複雜的3D 選起來 先選第一個 再把它群組化 這一顆 我剛剛選了11個造型 看見嗎 當你點這一顆呢 就把它變成一組 以後呢 它們變成一組 就可以個別移動了 就不會剛剛這樣一條一條的 那這3D的造型就出來 我是先把一個圓框 先拉一個60度 然後再水平調整 剛剛是上架調整水平調整 你感覺可以去試一下 好 好 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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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